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马上回来 我打电话她说她马上回来 我听了现在听了这个警报的声音 觉得还是挺紧张的 就是我们家邻居现在家里没有人 然后但是他们家有浓烟从那个门跑出来 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哦 女儿今天要吃酱骨头 上次就有网友朋友问我说要怎么做呀 我就一起说一下 我用的是这个酱 就这个酱 要加水稀释开 然后再放一些酱油 这个骨头的肉呢 煎至这种金黄色 就可以把这个酱放进去了 我刚才又稍微加了一点五香粉跟胡椒粉 对 放进去 炒一炒 然后再加这个热水啊 一定要加滚水进去啊 加热水进去才煮得烂 我又加了姜米酒 然后两小段的这个红辣椒 呃还有什么 八角跟香叶 哎对 就是增加一些香气吧 然后这样就开始炖 哦对了 因为这个酱呢 就有咸度了 就不用再放盐了 要不然就太咸了 这个这个酱骨头就做好了 就是这样的 咸香的 然后炒高丽菜 鸡肉炒 红萝卜 杏泡菇炒蛋 然后这样 开动开动了快点 我的天哪 他先生回来了 是厨房 厨房有那个瓦斯炉没关到 好现在关掉就好了 赶快出来 宝贝把你向到了 啊快出来快出来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像刚才那个开头那一幕的话 说实话我真的是 有点吓到了 今天真的有点吓到了 然后呢就做了点肉肉 压压惊这样 那给大家讲一下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我跟女儿在家的时候 就是有听到急促的 这个宝权在敲 我们家邻居的 这个门的声音 然后呢我听了一下 我想说 哎这好像不是 他们家小朋友 在闹着玩的声音什么的 我想说 哎谁在讲话 然后呢我就把门打开了 就听到是在宝权 在那个用 就是敲他们家的门 很大力哦 一直在叫说 然后并且有能看 能听到那个 就是报警的 那个警铃的声音 我就吓到了 然后我有开门 这个宝权就跟我讲说 就是 他们家有没有人呢 说什么 他们家着火了 然后有很浓的烟 然后说有这个邻居 就是跟他们宝权讲了 所以他们才上来 然后我就好奇 我说 哎 我说他们家 好像是刚刚出去了 因为 我有听到 他们家小孩子 在门口 就是电梯门口 有这个哭的声音 然后我知道 他们家可能出门去了 我说没关系 我说我有他们家电话 我打给他 然后我有这个邻居的电话 因为就小Q 就是我常常带出来玩的那只 就腊肠狗 会到我家来玩的 那只腊肠狗 黄色的 就是这个邻居家的 然后之前的话是 他是后搬来的 他们是租的房子 然后 他的女儿跟我女儿一样大 都是上同一个年级的 有的时候的话 就是 他们家还没有回来人的时候 他的女儿会先到我家来 所以我 我有他们家的电话 连续方式 我就给他们家的那个女主人打电话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们家有人吗 他说没有人呢出去了 我说你们家在冒浓烟 我说警卫现在上你家来找 就让你们家开门这样 他也吓到了 说啊怎么会这样 他们刚刚出去啊 我说对啊 我说我也听到小朋友出去的声音 我说可是冒浓烟 我说你让你先生赶快回来吧 因为我知道他在上班 他说好 那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然后呢 就是过了一会儿 他又给我打电话 他说 哎呀那我在那个监控 他就他们家有监控 说我在监控看到很大的浓烟 他说你有看到火吗 让我就蹲在他们家门口 因为他们家下面 他们里面的门当时没关 下面的话呢 就是沙网 就是能看到里面 我就在下面看了一下 我说没有 我说我也是看到很大的浓烟 我说没看到 就是明火 哎呀他就很焦急 呃确实看到很浓的烟 那时候确实话 我也我也觉得很可怕 呃我知道他们家没有人 但是他们家有狗在家里 所以说我也蛮担心的 呃很快 他先生其实就赶回来了 那个时候就在这期间的话 其实保全就跟我讲 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要再不回来的话 我要打119破门咯 然后我想说 哎呀马上就回来了 啊我就是 因为他先生的工作 就是在我们的附近 所以我知道说 他很快就会回来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不用破门 我说那个 他们家马上就会回来 他先生真的很快就上来了 打开门 就看到了刚才我拍那一幕 他们家就很多浓烟 然后后来他先生跟我聊天 就是说 他们是一锅卤肉 他们空了一锅肉 在阳台 在厨房 他们走的时候忘记关火 我说哎呀 我说还好是一锅肉 我说 呃就是那里面可能 汤汁什么的比较多 而现在可能就是烧干了 在冒烟 我说如果说是普通的 其他东西的话 我说可能已经着火了 我说亏了是那锅肉了 呃我就这样讲 我们还是觉得说 呃一是说 感谢邻居 就是有发现说 这么大浓烟的时候 有爆了井 因为我家在我这个方向的话 可能风的那个方向不对 就是我们家这边 没闻到味道 没有看到烟什么的 然后就是很感谢 就是能帮忙 就是通知警卫处理的 这个邻居 我不知道是谁 我也没问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还好他们家那个警铃啊 是因为他们家 不是后搬来的吗 可能在搬来 刚入住的时候 房东有这个重新整修过 所以说那个警铃是好用的 要不然我们家这房子 说实话 二十五六年了 就是我家的警铃 我都不知道管不管用 回来我还跟我先生讲 我说哎呀 我说看一下我家的警铃 我说好不好用 不好用的话 我说我们也换掉 这个他就是 他们家的警铃的话 就是新的 还好警铃好用 所以说一直能听到 那个报警的声音 说实话 我也是听到 那个报警的声音 我觉得很可怕 第一次阿丹离火灾这么近 好是这样 然后我在这里的话 真的是回来跟我先生讨论 我先生就说 啊就是这个火的话 一定要注意 像马斯拉火了这些 真的真的很危险 平常他虽然说 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真的很容易 就是可能 要包个什么东西 要盾个什么东西 我们人就进屋子了 因为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就忽略掉了 我先生就是 我之前就忘过一次 我先生就执意说的 说我在忘东忘西的个性 他要装一个 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反正就是 你多长时间 好像这火要没顾的话 就会自动切断 这个瓦斯这样 所以我先生那时候 就要执意装一个 好像还不便宜 然后我就跟他保证 我说不会不会不会 我说我以后不会再忘了 我不会不会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我家就是还真就没装 但真的真的 这种火的事情啊 小心火烛 真的我觉得说 还蛮重要的 我也在这里 接这件事情的话 就提醒所有所有 不管你是大陆的台湾 你是哪的 不管你是哪一国的 不管你在什么地区的 就是能看到影片的话 我还是提醒大家 真的是火的话 一定要小心 可以设置个定时器嘛 可以设置个定时器 就是譬如说这东西 我预计它可能半小时以后 我要去看它 可以在手机上 设个闹钟啊 什么之类的 好半个小时之后的话 可能就会提示啊 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看火源 都可以 像电锅的话 可能就比较方便 它会自己跳了嘛 就无所谓 可是这种瓦斯的部分的话 真的是要注意 就像这种长时间的 可能在控肉 什么之类的话 真的容易忘 不是说谁 记性好不好的问题 真的很容易忘 因为不可能站在那 一直看着它嘛 可能很久啊 一两个小时那种 我们就离开了 真的很危险 可以设置个手机的闹钟啊 或者是有那种 计时的东西的话 我们都可以利用起来 花小小的钱 或者是多注意一步的话 真的可以避免一些灾难的发生 要不然真的 你看它浓烟 浓烟雾雾的 我就说 我说你也赶快出来吧 我说别把你的呛伤了 真的这样 他们家小狗的话 后来也有拿出来 要不然真的就是 我觉得烟从窗子排出去 他们家小狗就放在阳台嘛 我想说呢 小狗都会觉得呛这样 哎呀真的就是 记这件事情吧 提醒 哎呀我也真的是吓到了 就是还好 我们邻居之间有联系 有找到它 要不然的话 可能它又要花一笔 这个门的维修费了 还好就是我有的电话 当时就是我们家楼下的那个 就他们家楼下的那个住户的话 也有跑上来 就说啊怎么了 我也有他家电话 就是还都挺热心的 就咱们这邻居 还都挺热心的 就是帮他 就是有联络到这个他们家吧 就是在这里 就是提醒大家 真的要注意这个 小心火烛的部分 然后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 就是远亲不如近邻 所以说就是我们 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 也许不一定什么时间的话 我们就能互相 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所以还是说 就是能够跟邻居 保持一个 良好的一个互动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不对 免得造成更多的 就是人员呢 还是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吧 好了那 阿丹今天就聊到这了吧 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再聊 拜拜